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上一條影片,我們介紹了澳門兩日一夜親自遊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我跟大家說,小朋友一定不會失望 但是父母就不要有這麼大的期望 究竟是為什麼呢?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立即帶大家逐層看看 首先第一層是L3 這裡的主題有海底主題區 松林主題區和山岩主題區 首先看看這個海底主題區 就是這個攀爬架波波池為主 我可以說海洋主題區應該是小朋友最受歡迎 波波池和滑梯在Playhouse裡必備 再走進去,有一個波波發射器的區域 上下兩層都可以發射波波 小朋友就最喜歡玩這個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消磨了很多時間 看起來 看起來 再次看起來 我兒子的地方 我會不會有感覺 再次看起來 我不會有感覺 再次看起來 我會不會有感覺 我會不會有感覺 再走入少少滑梯 速度不太快又不是很高 小朋友都很喜歡玩 Owen也玩了很多次 在這個上滑梯旁邊 有一個小型的機動遊戲 是一個小朋友的跳樓機 這個真的又不會太快 再走出去就是山岩區 主要是乘網攀爬架 和一些較高的滑梯 留意一點 每一個滑梯的入口 都有職員安排在這裡 起初我們滑梯的時候 是可以和爸爸一起滑梯的 但是之後另一個職員就說 大人是不可以陪同的 這裡有攀石歷奇的區域 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玩 身高限制你由110cm以下的小朋友 不可以玩攀石和竹林 最後Owen也是沒玩到 我們看爸爸表演 成人可以玩最高的歷奇遊戲 不是太吸引 因為難度也不是很高 很容易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去七樓 這裡就是有一個大大床 然後過來這裡 有一個Lekko區 這裡有Party Room 可以讓人開Party 我可以讓人開Party 看來看 好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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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兒 好玩笑 哇 倒過來的 不是的 有條繩子 有條繩子 是有小公寄出來的 好可愛 轉上去 哈哈哈哈 L7也是受小朋友欢迎的网状弹弹厂 Owen玩了两次 临走的时候也再去弹了一次 我的细弹模式又启动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弹的 对他在下面 太软了 不要弹得太厉害了 神经病 由7楼下到6楼 6楼这里就有点柔柔 其实就是刚才上面 然后下到一会儿 就是有个波波池 也是有个派对屋 这里要住别人 所以现在就开派对了 这样就完了 我们现在还差5楼就已经玩完了 5楼这里究竟是什么 是有餐厅的 坐不上去拍照 这里是餐厅 没有东西吃的 没有什么东西 不是的 进去都可以玩了 不是吗 原来在那里玩完 那里玩完了 那就是刚才那里玩完 就是刚才那里玩完整楼 总结 满芬乐园是有两层的 其实也是非常足够玩的 只是对四层有乐团 这个名字期望太高了 最后我们也是回到Alphie玩 Alphie是最吸引的了 跟小朋友来澳门满芬乐园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它只是一个两层的游乐场 并不是四层游乐场 忘记了说餐厅的位置 其实有游戏机打的 我觉得就不太适合了 见仁见智 这个就是满芬乐园的详细介绍了 希望即将去的你可以帮到你们 多谢大家收看 我会继续努力拍更多影片给大家看 走之前记得订阅